超音速的現代戰爭 兩分鐘就足以讓兩岸迅速弥漫恐懼氛圍 飛彈它是實彈的還是恐怖 是一個實彈 它從發射之後落點的位置 大概是兩分多鐘的時間 有沒有這樣的方式 立刻通知對岸的解放軍 我們海軍並沒有這樣子的直接的機制 哪裡還需要通知解放軍 他們肯定第一時間就發現監控雷達上 突然出現一個不該出現的亮點 往哪裡飛 有沒有飛過海峽中線 肯定我們目前所掌握它的飛行航機是沒有 傳出中國大陸在察覺熊三之後做出反應 我國左營軍港內的雷達站 掃描到福建省一帶有異常雷達訊號 疑似是中方開啟了飛彈射控雷達 你要開始攻擊的話 你就必須要所謂的射控雷達 或者說照明雷達去照著它 然後對它產生一個連續波 然後你要透過這個連續波 你才能夠發射你的飛彈去攔截這個飛彈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時間來說 對他們來講並不足夠 我們都有掌握共軍的機艦的狀態 都沒有任何的異常 雙倍音速飛了兩分鐘的熊三飛彈 可說是二十年前九六台海飛彈危機之後 最驚心動魄的一刻 是誤射還是故意射 陰謀論四起 有人預測趁著蔡總統人在國外發射飛彈 是意圖刺激兩岸軍事動作 甚至是故意要給蔡英文來看 能夠點火的那個纜線 如果沒有接上去的話 它應該就不會點火 而在整個假鈔的過程中 它這個點火纜線 應該只是比個樣子 然後不應該接上去 但是它卻也接上去了 不該射出的飛彈嚇壞了兩岸 不論是發射程序搞錯 還是有人刻意搞鬼 已經讓台灣陷入兩分鐘的極度危險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